国立高中职转新任校长上月30号完成交接布达后 光复商工校长陈瑞周转调嘉义高工 而新任校长则由原台南玉井商工学务主任李秋贤来接任 校方今天特别举行迎新送旧活动 光复商工欢送转任调升嘉义商工的校长陈瑞周 乡长林清水、家长会长、校友会以及欢迎县高中职校长联谊会等等各机关团体 纷纷自证纪念品来祝福 学校教职员也特制影片 呈现陈瑞周校长六年任内的教育生活点滴 艰辛却精彩 没有离情一一却是满满的祝福 令调任的校长陈瑞周万分感动 更感谢地方各界六年来对学校教育的支持与配合 共同为在地孩子的学习教育付出 现在我们新任的李校长 不管是在学士方面 在行政的历练上面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也希望我们各界的好朋友各位贵宾 要持续来对我们学校光复商工来持续给予指导跟支持 我们期待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我们光复商工的整个校务的推动 校运的发展能够更加的顺畅 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六年来的支持跟照顾 谢谢大家 艺辛会上造型简洁利落的新任校长李秋贤 则在原任职学校校长教师团队 以及家人的加持祝福下到任 身为光复商工第一位女性校长的她 对于光复商工这年期的学校发展深具信心 光复商工这所学校很年轻 我相信它可以更好 因为我们有优良的师资 我们有良善的设备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远大的愿景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根 永续发展 我们就可以照顾在地的学子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用从花莲中区 再到比较市区 节省路程的奔波 让他们在这里 适性洋财 全面展能 光复商工 我们一定做得到 李秋贤原是国文老师 后来接任玉井工商的学务主任 对偏乡教育的提升强化 有着一份执着与强烈使命感 现在首任校长职 就奉献给花莲偏乡的孩子 李秋贤开心的说 以教育就是奉献的理念 带领偏向的孩子 迈向教育与学习的新世界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